《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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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教育 为一个金字塔 设计金字塔 因此我们说 第一位 要给国王 要给华王 建造一个金字塔墓的 设计师是谁呢 是英国人 是他最喜欢的 最不同的 我们想可能是 又不是六层吧 一二三四层 又不是六层 它是七星的 一层已经建造起来 我们想象肯定是 它建造的是 不需要设计的 第一层 雷起来之后 上面带来一层 带来一层 其实不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如果我们走到 萨卡拉这个七星金字塔 我去过去过几次 去过几次 有些时候呢 几次好像都是在不停的 在维修 好像第一次去的时候 没有维修 除了第一次之外 甚至一次去 都是在维修 有些地方引判它了 因为毕竟它太久远了 四千多年 四千多年 接近五千年的之前的 这样的建造 因此我们说 它既然是雷起来的 它肯定是有它自己的设计 不是很随意的建造起来 那么它的建造 设计上就是第一名过来 后来被安御伦作为神 这就是古风时期 几个重要的花楼 需要一提的 值得一提的 就是这样的藏位花楼 一个是阿哈 一个是哈塞汉威 一个是佐塞 这个有点像个座子 其实不是这个字 是佐 佐塞 OK 那么 这一时期 古风时期 它为埃及未来的发展和走向 奠定了很多东西 奠定了很多东西 一个是奠定了 埃及的发展的方向 这个埃及发展的方向 是多方面 不仅仅是我们说 和历史创美的方向走 而且也表 也 而且也表明了 古埃及 或者说也规定了 未来埃及文化 它究竟以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出现 有这几个 时期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问题 埃及人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民族 为什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方面我们知道 埃及人非常重视 这个物质的和精神的享受 不仅是此事的 而且来世的 也认为如此 于是当他法罗 死掉了之后 大臣死掉了之后 他会把自己的灵物件的复典 同时也随造很多非常好的东西 作为培法 不仅此事要享用 来世 仍然要享用人生的才能 因此我们说 他无论是精神的还是异者 他都是追求着 奢望的享受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又倡导节制 倡导平静 倡导尊敬老人 这样的一种思想 那么截至 跟奢望 正好是 互相矛盾 而这种矛盾就存在于埃及的 这个人的思想当中 在也就是古风时期 第一王方地 到第三王方时期 那么这个传统 已经开始为埃及奠定 同时呢 他们把服从 看作为人的最高的美德 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 服从 另一方面呢 他又非常看重于自由意志 所以那埃及从思想上来说 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理解 而这个统一统一在什么地方呢 就统一在这样的一个观念之上 这个观念就是一个神 通常 被化作一只羽毛 有的时候呢 是一个女人 是一个女人 头上戴着这个羽毛 头上戴着这个羽毛 这样的形象出现 这就是王老师 尹西斯女神 但是 登陆出现的时候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这就是 马阿特 马阿特是 埃及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思想概念 它是一个 将世界 某种的世界 统一在一个块的 这样的一个 思想观念 没有了它 埃及的一切 都会跟他们一起 思想就会组成混乱 它们的行为也 也会组成混乱 但是 它们创造成这样的一个神 叫马阿特为神 马阿特代表着正义 代表着五行 代表着平衡 所以 安心的最高美德 就完全集中在马阿特身上 它不是说不让你奢华 你可以奢华 但同时 你要把握住 你的平衡 奢华 奢华 与节俭之间 要有一个平衡 如果你维持了这个平衡 你就符合了马阿特 如果你打破这个平衡 你就 你就不符合马阿特 你就违背了马阿特 违背了马阿特 马阿特是要受到审查的 所以后来 安心的桑桑林墓里面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所谓来世审判的 末世审判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 成绩 叫阿阿特这样的一个成绩 也就是说 将来能不能进入 永恒世界 你得将自己的一生的 眼睛行做一个 最后的总结 然后 有人 就是阿诺比斯这样的一个神 会把你领到 一个天堂这个地方去 天堂的一边是放在你的心脏 天堂的另一边是放在马阿特这个羽毛 如果它失去银横 那么 你的心就会 争给一个怪鱼吃掉 你就会万劫 你就会无法进入永恒世界 所以 埃及的这个马阿特神 对于埃及来说 对埃及的思想的发展 以及历史的发展 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思想意识的作用 而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 在古风时期 马阿特神已经在埃及 社会生活当中出现 埃及人的思想体系当中出现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历史节奏 一个历史节奏 除了这个古风时期之外 埃及的历史就进入到了 非常归用的时代 什么时代呢 叫古王国时期 又称作是 又称作是金字塔时代 古王国时期呢 只从第四王朝开始 第四王朝 第五王朝 第六王朝 到第七 第八王朝 这点结束 但实际上 第七第八王朝 已经是非常的横端 已经是非常的横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按照班里斯的说法 第七王朝 第七王朝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第七王朝是 七十个统治者 统治了 或者说七十个国王 统治了七十天 什么概念 你说一人一天 七十个法老 你登基完之后 今天登基一天 明天就是另一个法老 又登基 一幕时 是持久了七十天 第七王朝 持久了七十天 一幕七十个法老 一人一天 由此可以看出 他当时是合作的伙计 当然 他有可能是 万一国共的 是文学的笔法 极延期估算 它可能会更长一点 你一年我一年 这个有可能 一个法老统治一年一年 就是相当相当多的时期了 就像假如说 美国现在一年一个总统 我们可以想象 美国肯定是一个 非常混乱的情绪 一年一个总统 一直持续了 这个七十年 那这七十年 肯定是美国最混乱的时期 那么第十四 第八王朝呢 基本上也是这样 很快就结束 因此真正的古王国 是从第四王朝开始 到第五王朝 第六王朝 基本上已经从此衰落 那么首先我们看 第四王朝 这个古王国的第四王朝 古中世纪到了 第四王朝之后 到了第四王朝 第一位法老 我们就无能不提了 如果我们提到他的名字 如果大家仍然不知道的话 第一位法老是谁呢 叫斯诺父虎 第四王朝的第一位法老 因五王国开始的第一位法老 他的名字 可能大家并不是十分熟悉 英文里面一般写作 呃 谁这么写 史白普 史白普 那具体呢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跟大家讲 斯诺父 斯诺父虎 作为 这个 第四王朝的第一位法老 却并不是特并 他是从王国的开拓 王国是什么时代呢 是金字塔时代 也是埃及最为重要的历史时代之一 那怎么 大家就不知道他的名字呢 是由于历史重点 也是由于五王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提到他的儿子 大家肯定知道 他的儿子是谁呢 他的儿子是乌公 也就是说 他没以为自己的名字 而名字 留步千千古 而由于自己儿子的名字 而被人们所知 这不知道是他的悲哀还是我们的悲哀 但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他的名字不会比乌更大 但是他无论从剑道上来说 还是他威人上来说 他的口碑都为你乌夫好多 在西方的历史当中 乌夫简直就是一个恶棍 为了兴建自己的金字塔 连他的女儿都非得去做祭祇 然后换来财富兴建他的金字塔 当然事物是如此 那么该的名字需要历史来进行 进行面证 但无论如何 齐罗多德的历史当中是这么精彩的 非常有可能是传说 公主华老的女儿 怎么会 会不会是这样的 埃及再成不至于成到这种地 对吧 那么无论如何 他的口碑是不好的 但是他的货气 所有不如的口碑 却没正好 他聪明智慧就幽默 非常非常好 但是他最为有名的还在于此 而在于什么呢 而在于他首先开创了真正的金字塔时代 当然 极大成者是他的老师的呼呼了 他在极下建造了自己的最为有名的大金字塔 叫大金字塔 大金字塔 也就是说 最高的 人们说金字塔 金字塔 当然 仅次于他的 是他儿子 哈布瑞 那就我们说 极萨金字塔 有三高 古朴的 再往西南一点 没多远 是他儿子哈布瑞 再往西南一点 是他的孙子 曼卡瑞 三高军塔 当然一座比一座矮 看上去呢 是哈布瑞 也就是说 孙子儿子比他的领 孙子还要高 是因为他历史稍微高一点人物 但是 我们说这三高里边 除了古朴的第一高 和第二高 也就是他儿子哈布瑞 第三高 却不是 埃瑞 整个他的金字塔的高度 第三高 却不是 吉萨三高 大陆哈布瑞 这个孟宝宇的那边金字塔 因为那个 只有八十多里边 而是 古朴父亲的 建造了 两座非常巨大的金字塔 在达克朔尔这个地方 也就是 萨克拉之南 很近的地方 不到我们的地方 我们都能看到 那有两座 非常巨大的金字塔 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回头头来 还是谈 斯诺夫 还是谈斯诺夫 斯诺夫 斯诺夫 建造只是 阿舒尔两座金塔 实际上 他建造的 至少是三座金塔 第一座 是在百公里之外 建造的一座 在百公里之外 建造的一座 这座是每度的金塔 但是每度 建建建 没怎么建完 之前就塌了 现在我们看的 像炮楼子一样 很树立 因为它是 中间一层先建起来 然后外边再堆 最后外边堆 就堆掉了 摊掉了 约是 斯诺夫 不甘心 因为它是 跟第三王朝 佐塞尔这个 T型金字塔 学的 因为到那个时候呢 到古王国开始 人渐渐的开始 遵守 遵守一个 大神 这个神奇就是 拉神 太阳神大 遵守他 所以 越来越 把他们这种 太阳神的崇拜 凝聚在自己的 灵物建 建造金字塔上 于是 他们学着 佐塞尔王 开始建金字塔 第一座 在美国武建篮 为什么呢 美国武建篮之后 还不建篮 就是因为它 离这个塞尔王 太远了 照顾画条 但是呢 一百多公里 根本就看不见 这建不建不建 建篮 于是呢 觉得不行 还得选一个地方 建一个冷的 更好的 完美的地方 于是选了一个 达赫术尔的地方 因为达赫术尔的地方 离塞尔王 离塞尔王 不是很远 不到五公里 天气清晓的时候 一看 就能够看到 达赫术尔的 达赫术尔的七星金字塔 所以呢 更容易 照顾画找起来 于是 在这地方 一建这个金字塔 建着建着 这个金字塔 是这么建的 建着建着 发现 如果建到顶上 这个金字塔 就 太高了 于是 他觉得 这么高 肯定还得翻 于是 向里边收了一下 适望 变成了这样一个形uct 称之为 现在称之为 弯腰金字塔 或者叫 弯曲金字塔 这个金字塔的形态很大 这个地方我也许我几次 我许我几次 然后呢在它边上 十多米远的地方 十多米好像 二三十七远 我没有测试 因为我跑着从这个金字塔 到那个金字塔几步就跑到 又见了一个金字塔 因为它的颜色 石头的颜色 见到石头的颜色 略呈红色 被称作是红金字塔 这个是一个完美金字塔 见完 这才算了 这个金字塔 非常之大 非常之高 比乌乌乌孙子在吉沙的 这个三招当中 第三招要高的多 因此它应该 它应该是三四 三四弄不着 这是乌乌乌孙子师傅 见到新建 这个地方呢 入口在这个地方 这个金字塔我专注过 进去过几次 具体几次我忘了 当然乌乌乌的金字塔 我也进去过 很多金字塔我都做进去过 比如说那里面有很多很多奇妙的东西进去之后 很难吃不完 我现在还在给大家讲课 所以呢 这是乌乌自破 我昨天不仅是一个金字塔 而且不仅是一次 乌乌乌的母亲 乌乌的小金字塔就在乌乌金字塔的南侧 我进去至少有四到五次之多 也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呢 我现在有些传言是不可信的 当然埃乌乌的金字塔里面有没有神秘之处呢 有 而且非常多 但不是我们说的什么天外来客啊 什么外星人的剑 剑爆等等等等 而是另外一些东西 这也需要我们在 我们对IH 神秘的IH 已经了解过程的东西 简一点的把握住 他们真正的迷人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而不是人们盛传的一些迷人的东西